這次有準備一張新手任務小紙條 然後外面有放,這邊桌子上也有放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挑戰一張新手任務的話 可以來找一下這個小紙條 這個新手任務可以幫助大家 大家可以知道如果要參與GIV活動的話 可以更快的進入狀況 然後知道一下怎樣可以跟大家合作 那麼如果遇到上面的任務 然後卡關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也可以找穿黃背心的人 然後來重駐 好,那我就開始今天的新手教學喔 那其實可能很多新手不知道到底GIV是在做什麼的 那麼其實不用害怕 其實GIV最重要的重點就是吃東西 等一下中午以前會先有早餐在外面可以讓大家吃 然後到中午的時候又會有很多很多吃的東西 那GIV最重要的核心就是開放協作 那麼講個秘訣 就是大家做到自己的座位的時候要確保幾個要素 首先第一個就是電源 就是大家附近應該可以找到電源 因為其實經過一天的hack 其實大家都帶電腦來 所以電源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網路 然後飲食的話要記得就是這邊是不能吃東西的 會議室就是這個門進來是不能吃東西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 就是可以帶白開水進來 但是就是記得要蓋上被蓋 然後電源的話就是 像那個後面的那個最靠牆邊的地上 都會有電源操作可以使用 然後網路的話 就是這邊有中間有提供ASGAST的AP 就是大家如果搜尋網路之後可以看到ASGAST 然後進去登入之後 然後它會跳個網頁要你認證 那就點選最下面的申請訪課帳號 然後輸入你的姓名 E-mail跟你要的一個一天 只有一天消息的帳號密碼 然後輸入完帳號密碼之後 帳號記得一定是 就隨便一個名稱 ASGAST 然後輸完帳號密碼後 就可以登入了 那同時 你那個 登入的時候 有的人可能他會跳出一個 說無法驗證 那只要按繼續就可以了 然後或者是說 如果出現這樣的畫面 你那個人不是私人理線 可以點選下面的 然後繼續前往那個 就是這個網址 那麼E-mail的部分 如果你收到之後 會有一個就是 要你點選此處 然後你就按這邊 然後按了之後 你這個連 就是今天使用上網路 一天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那如果你不做這件事的話 好像就只能用一個小時 然後再來就是 關於今天的那個大松的資訊 都在這個headquarter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除了這個圖片以外 那個新手任務的上面也有 或者是說比較短一點的 就是hack.gillin.tw 這邊進去裡面 然後會有個 當期hackersome共筆 等進去也一樣 就是這個 今天的hackholder 那麼hackfolder裡面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左邊會有 那個相關的目錄 然後右邊會是這些內容 所以 如果第一次來的話 其實這邊有一區 黑客松初心區 然後這一區就會教大家說 如果來參加黑客松 可以注意一些什麼事情 或者是說 非資訊人或資訊人 能夠怎麼樣來參與GINV 那如果想要發起專案的話 可以參考提案流程這一區 這一區有一些 例如說那個 專案你要什麼提出構想 或者一些範本 這邊有空白模板區 可以讓你提供一些 你想要提案的專案範本 就可以進來這邊 去把它興建出來 然後提案的話 要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提案的話 在這個提案流程區 這邊有一個 那個Sprint sheet 然後裡面可以提說 你在今天幾分以來 報告 然後你要提什麼 那要注意的就是說 你的那個授權 因為GINV這邊的精神 就是希望說 大家的提案 所有提案的那個 都是開放授權 讓你的提案 其他人也可以繼續延續的做 然後以及說 要注意要切割出明確的坑 就說你的提案 你需要什麼樣的人幫助 那麼這個需要幫助 盡量寫得明確一點 那麼就更容易有人被 跳坑進來 那如果想要繼續 之前的工作的話 那麼也可以把自己的專案 加到這個 Hack folder下面 然後OK 這是本次的 Hack folder的位置 那一樣如果 就是不記得在哪裡的話 那個 新手任務小指導上面 也有寫這次的網址 那麼另外一個 Hackpad Hackpad Hackpad是GMP最常用的協作工具 然後大家 在新手任務這邊也有一個 就是說 大家可以到今天的那個 就是報道處去 Hackpad上面去寫一個 欸大家好 我是誰誰誰誰 那如果不會用的話 那個 第一次登入的話 他必須要用 他要有登入 然後登入的話 有Google跟Facebook 不過Facebook是壞的 所以大家就還是用Google登入 然後 就直接把它當作一個編輯工具 就隨便打字就可以使用了 那麼 Hackpad呢 本來是個外國服務 然後他本來收掉 但是 GMP這邊 之前 MIDO2這邊又把它給復活起來了 所以其實現在 Hackpad還是可以使用 但是其實 我們也盡量鼓勵說 我們大家盡量就是 分散一點 就是分散風險 所以其實還有其他選擇可以使用 就是 HackMD 或者是 Java's Paper 就是給他Hackpad收掉後 變成新服務 或者是大家Google賺比也可以 所以 如果大家有想要 跟大家共筆的話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選擇 那HackMD的話 那個 新手任務上也有一個 就是HackMD的一個任務項目 大家可以進去裡面 然後試試看 在那個 報道的網頁裡面 隨便亂修改 或是做一些報道 Hello之類的 都可以 那麼 HackMD用的是Markdown語法 那一些基本語法 在這個新手教堆這邊 也有寫到一些 怎麼使用 那 如果覺得就是 現場很安靜 需要幫忙的話 也可以透過Slack Slack也是 我們GV社群最常 最常就是大家在 哈拉聊天 或是尋求幫助的一個地方 那麼如果需要 就是 登入Slack的話 可以到 join.gmail.tw 那一樣 就是新手任務裡面 也有這一項 大家可以到 Slack上面說 哈囉我是誰 就歡迎大家 來註冊帳號 然後趕快進去 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所以只要 剛剛的HackMD join.gmail.jail 進去之後 輸入你的email 他就會寄一封 認證email 到你的信箱去 那你只要 點那個網址 然後再選擇 你要的帳號密碼 你就可以登入到Slack 那Slack 看到的就是一個 這樣子的畫面 那左邊就是說 有哪一些 Channel 有哪些頻道 那麼 預設一個General 就是大家 一個共通的 大家隨便 哈拉聊天的地方 所以歡迎大家 進去裡面 先到General這邊 可以跟大家說 大家好我是誰誰誰誰 那麼 如果想要再進到 不同的專案的Channel的話 可以點選Channels裡面 裡面可以進到 很多不同的專案 那再來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些 GNV的術語 那GNV 最常用的一個術語 就是坑 那GNV很重要 坑就是大家 需要處理的工作 那我們會講說 像一個 大家提出一個 提出一個提案 那麼我需要 有人做些什麼事情 那這些每一個 都是個別的坑 那這些坑也就是 歡迎說 有相關技能的人 也可以去跳這些坑 所以GNV就是由 挖坑、推坑、填坑所組成的 那基本上 GNV就是一個 到時候是坑的地方 那如果 就是 那個 如果你想要知道 GNV過去有些什麼專案 然後想要 剪起來做的話 也可以到這個網址 Otan GNV 裡面有列述 就是過去五年 GNV有哪些專案 那可能有些專案 可能年久失修 或者是說 那個 或者說其實 有需要被一些感性的 歡迎大家進去看到 剪發剪 把這些坑剪起來 繼續做 那另外就是 在 大家可能在Slack上面 可能會看到有人 突然會講說 誰誰加加加加加 那這個加加的意思 就有點像是 Facebook的按讚的意思 就是很棒很棒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加加 不要覺得很奇怪 或者是說 欸是什麼奇怪的言聲的意思 就是說 欸加一的意思 爛 那如果今天不是資訊人 想要 那個參與GNV要怎麼做呢 那其實在那個 新手的教學 那個 那個Facebook裡面 有一個非資訊人的參與指南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參考 然後另外外面有發技能貼紙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拿技能貼紙 把它貼在手背上 那這樣子 大家如果等一下就是要知道說 誰有什麼技能的話 其實只要看一下手背 可以知道說有什麼技能 然後 這依法大部分規劃 那我們大松是兩個月一次 那麼如果兩個月一次 大家就覺得 好久啊 很心煩 怎麼辦呢 那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的小松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說 還有什麼時候會有小松的話 例如說會有蒙點松 是隔月 隔月舉行一次 或者是前端松 很久沒辦 然後就是 就是可以來這邊 就是進去裡面 然後去看說 欸我們最近是不是還有一些小松 通常像蒙點松就是一個 也是隔月一次 就讓大家就是 大松參加完下個月 還有蒙點松參加 那如果願意的話 自己也可以揪一團 就是之後 近期應該也會生出一個 就是揪松指南 就是讓大家說 如果我要成立自己的小松的話 就是要怎麼樣子成立 所以自己的黑松自己看 那當然大家還是有很多的疑問 那歡迎說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slack上面啊 或是遇到穿黃背心的 都可以盡量的提問 那GMP的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開放協作 那 關於社群 社群討論事情的態度 那個 大家可以參考 參考 然後 GMP還有一個重要的精神 就是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說 不要把事情都放在 就自己藏起來 自己做到做 說要做到很完整 你才放出來 那可能這東西又永遠都不會放出來 那 就是盡量說 欸你做到哪裡 你就把它丟出來丟出來 那或許 有些人 有些人有更好的想法 或者是有些人 覺得 欸怎麼做可以更快更好 就可以馬上把意見給你 欸你可能就可以 更快把事情做完 或者是說 可能正好這個東西 已經有人做了 做過了 那 就可能有人可以提供說 欸你可以 把人家的成果拿來去做 然後就可以 加快你的那個做的速度 所以就建議大家 就是只要做到什麼 都盡量就丟出來 沒關係 就是像stack上面 就讓大家盡量哈拉兩天的 那麼另外就是 巨妹很重要的精神 不要問為何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就是沒有人 那就是住各坑樓 人人有坑入 然後坑坑有人入 好謝謝大家